要面对网路时代改变旧思维 毛内阁上周六启动了阁员的换脑特训 邀请了台北市长柯文哲选举期间的网路军师 替阁员们植入网路DNA 本周六换中阶主管上阵 让行政体系能够不换位子就换脑袋 内阁首长陆续进入 就是要来参加行政院举办的网路发展趋势严习营 还特别请来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网路军师 翟本桥 戴继泉等人传授和网军打交道的秘迹 院长特别讲说今天这些讲座 都是网路界所谓神级的 不但是神 而且是大神级的人物 这个不敢 这个我觉得我都说神意思就是已经不在人间 所以我说大神就是大神经病 被称为大神 讲师们不敢当 行政院长毛智国会中强调要开放资料 讲师深表认同 有很多都还是支持政府的 可是政府开放资料没有开放出来的话 他们手上没有弹药 他们想帮政府变白也没办法变 政府这种开放的方式 就是说消极来讲是防止弊案 积极来讲是可以达成很多沟通的效果 讲师也称赞阁员上课认真提问 切中时事印象深刻 也对政府官员印象改观 讲师有信心未来会逐渐改善 内阁官员上完课隔天立刻现学卸卖 经管会主委曾明宗上脸书 亲自回应网友提问 央行总裁彭怀南则是召集各局处主管 检讨央行网站的功能和业务 31号第二场严席营 将针对各部会中阶主管 要让政府换脑从上到下 让政府和网军不再是最遥远的距离 郁电TV张崇敏 那位反映之刚台北报导